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薇的频道。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三种热门的淘宝虚拟商品赚钱模式。 分别是出售Canva教育版会员、带注册Steam账号、以及Mega网盘代购服务。 所谓虚拟商品,就是以电脑文件、互联网服务、设计素材为主的商品。 相对实物商品,虚拟商品不需要物流运输,可以设置自动发货。 买卖双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交易。 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掌握热门虚拟商品的盈利模式,并在淘宝出售此类商品赚钱。 方法一,Steam账号代注册。 以游戏类虚拟商品为例,经常玩PC游戏的同学都会接触到Steam平台。 Steam是Valve公司推出的电子游戏数字发行服务平台,玩家可以在Steam购买游戏和软件。 Steam平台面向全球开放,每个国家的玩家都可以使用本国货币支付游戏下载费用。 对于中国的玩家来讲,最喜欢注册俄罗斯、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账号,并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以土耳其为例,因为货币贬值和经济下滑等原因,土耳其里拉在短短的一年内就贬值了40%以上。 这对于从事跨境代购的淘宝卖家来讲,则是一个千年不遇的机会。 很多卖家都趁此机会低价购买奢侈品和贵重物品,并由此引发了土耳其代购的热潮。 同样,对于游戏玩家来讲,土耳其区的Steam账号同样可以半价购买游戏。 和土耳其类似,俄罗斯、阿根廷的Steam账号也因为可以买到低价游戏,广受中国玩家欢迎。 由于需求量的大幅增加,淘宝出现了很多代注册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Steam账号,以及代充值的服务。 Steam的服务器不在中国,由于防火墙的原因,很多用户无法正常完成人机验证,从而导致无法注册其他国家的账号。 因此,很多用户都会在淘宝购买Steam账号带注册的服务。 我以土耳其地区的Steam账号为例,为大家讲解一下注册流程。 首先,打开小黑盒加速器或者任意游戏加速器,把节点设置为土耳其。 连接上节点,进入Steam的官方网站,然后选择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分别填写你的邮箱地址,国家会自动识别,然后勾选同意相关条款。 邮箱建议使用Gmail,防止无法收到验证邮件。 然后点击人机验证按钮,按照要求选择指定的红绿灯、斑马线、消防栓等图形。 完成后,系统就会向你的邮箱发送一封邮件。 登录到自己的邮箱,点击验证按钮,就完成了账号的注册。 掌握了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在淘宝出售Steam带注册服务了。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你还要开通淘宝卖家账号。 注册大量空白Gmail、微软邮箱,并设置自动发货功能等。 方法二,MEGA网盘代购服务。 MEGA是一款注重加密安全的网盘,在国外的应用非常广泛。 MEGA为所有用户提供50G免费空间,可以满足一般用户日常使用。 对于很多经常使用网盘传输文件的中国用户来讲,则需要更多的带宽和存储空间。 因为很多用户不知道如何进行MEGA网盘支付,或者没有双币信用卡,导致无法正常支付。 这些用户往往会在淘宝购买MEGA网盘礼品卡,或者让商家代为购买。 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服务在淘宝是非常热门的,销量也非常高。 现在,我就为大家讲解一下MEGA网盘的代购流程。 MEGA最热销的套餐,就是ProLite会员方案,该方案为用户提供了400GB存储空间,1TB传输流量。 ProLite价格是每月4.99欧元,约合41港币,37元人民币。 在支付页面,你可以通过信用卡、比特币、银联卡、贷金券等方式付款。 其中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使用贷金券支付,用户只需输入贷金券号码,就可以完成购买。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客户购买贷金券,并赚取差价。 进入MEGA的经销商页面,选择任意经销商,即可使用支付宝、信用卡完成购买。 支付成功后,在淘宝后台设置自动发货,把贷金券号码复制到后台即可。 ProLite礼品卡的成本是37元人民币,遇到打折期促销活动,还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入。 ProLite礼品卡在淘宝售价48元人民币,每单可以净赚10元以上。 按照月销量200件,也能为你带来每月2000元的净利润。 方法三,出售KEMA教育版账号。 KEMA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在线设计工具,在淘宝也是非常热销的。 KEMA Pro高级账号的官方售价为每月12.99美元,对于很多设计者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为了节省成本,很多买家都会选择和KEMA Pro功能基本相同的KEMA Education,也就是KEMA教育版。 KEMA教育版是面向学校免费推出的版本,功能和高级版基本一样。 淘宝在售的高级版KEMA均为教育版。 现在,我就为大家介绍KEMA教育版账号的申请方法。 KEMA教育版分为国内教育版和国际教育版两种。 我先为大家介绍国内教育版的注册方法。 进入KEMA的官方网站,切换语言为简体中文,并点击申请教育版。 选择使用电子邮件注册,分别输入申请人姓名,学习名称,上传教师资格证即可。 如果你没有教师资格证,也可以让身边的教师朋友帮你完成注册。 如果你是在职大学生或者大学老师,也可以使用学校的教育邮箱注册。 完成注册后,你就可以在淘宝网出售国内版可划账号注册服务了。 只要有淘宝客户购买了你发布的商品, 你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教师账号向用户的邮箱发送邀请。 用户收到邀请后,点击链接即可加入你的班级,享受KEMA Pro高级版服务。 此项服务可以为你带来每单5到10元的收入。 按照每月1000件的销量,也能为你带来每月5000元以上的副业收入。 国际教育版账号的注册流程也一样, 只要使用EDU教育邮箱,即可完成注册。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下方视频。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操作流程。 淘宝虚拟商品的销售方法还有很多, 欢迎大家关注小薇的频道,学习更多赚钱方法。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薇。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再见。